很快唐朝又迎来了黑色的一天 淮阳王李道玄 阵亡了 李道玄阵亡这一年只有19岁 他是李渊的侄子 这个小伙子心中有一个崇拜的偶像 是谁呢 就是自己的这个唐哥李世民 他呀总是跟随在李世民身边四处征讨 而且每每学习李世民冲锋陷阵 这个小伙子勇敢的不得了 那么此时李道玄和副将史万宝 率领三万军队在夏博这个地方 遭遇了刘黑达的这个主力 那么这里边有个问题 这两个主副将之间 也就是李道玄与史万宝之间 素来不合 关系不合 见到敌人 李道玄仍然发挥了他这个英勇的这个特质 率领清击兵出阵 与敌接战 那么按理说 作为副将来说 史万宝这阵应该指挥步兵部队 上去这个从后面掩杀过去 侧应李道玄 但是不史万宝选择了按兵不动 他还对手下的人说 说我有皇帝的手谕 说淮阳王年轻气盛 军事上的事听我节度 你看 现在淮阳王轻敌冒进 我被如果跟上 这阵难免全军覆没 不如这样 我们干脆就把淮阳王作为一个诱饵 等到淮阳王战败 敌人来攻我军 我军奸阵以待 破敌避矣 他出了这么个馊招 结果李道玄在前面奋力苦战 满心以为自己的背后主力部队很快就能跟上 结果打着打着回头一看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下子他的这个前锋部队逐渐就力不能支了 最后李道玄牺牲在了战场之上 李道玄之死啊 非常的这个壮业 但是这也标志着唐朝在河北地区的又一重大损失 至于那个可恶的史万宝 他究竟是个啥结局 可惜的是史料当中没有明确的这个记载 这场大战最终的结果是唐军大败 那么刘黑塔一夜之间 几乎让河北地区又是恢复了原状 而李元吉呢 这个草包他面对着这个刘黑塔的这个军队啊 已经怯诈了 他按兵不动 再也不敢发动任何的进攻 这个有点明确的方向